好 看起來馬總統要煩心的事情還蠻多的 但昨天有一個場合則是讓他很開心 國民黨榮譽黨主席連戰 在這個星期五就是生日了 包括馬總統還有府院黨的高層 也為連戰來暖壽 兩個小時的餐飲 大家都喝了不少 連戰的步伐還有點不穩 而馬總統的臉則是紅彤彤的 國民黨榮譽黨主席連戰 這個週五七十四歲大壽 馬總統行政院立法院長 府院黨高層齊聚王金平官邸 幫連戰暖壽 但卻讀缺國民黨秘書長金普聰 聚餐暖壽氣氛很嗨 兩個小時參驗下來 連戰要上車時 還得馬總統王院長攀扶 看來喝了不少 就連馬總統連野紅通通 十五公尺外的記者們 都聞到濃濃的酒味 我喝三杯臉都紅了 總統喝個一二十杯大概有吧 不過在這府院黨高層齊聚的場合 臨時會最棘手的二代健保 怎麼處理 府院也交換意見 這是這一次臨時會的會期裡頭 謹慎的一個重要的法案 那我們一方面也期待 能夠順利 反正還不是那麼急嘛 楊署長的立場當然我們也非常尊重 無論怎麼樣 本會期一定讓他通過 周一早王金平要邀集朝野 還有衛生署長楊智良做臨時會最後協商 但在朝野都有旗艦的狀況下 二代健保要在臨時會過關 機會是 為乎其為 明星新聞張璇 鍾仁明 台報道